台泥上半年EPS1.36元 下半年更旺 台泥集团昨天举行法说会 董事长顾承允因在中国没有出席 由资深副总黄建强代档公布财报 在中国市场方面 刚才已经提到过 基本上现在我们慢慢要进入忘记 在当中市场水利液的传统 大概就是第三级目 第四级人就是要忘记 两家人就被复赠 中国政府今年要淘汰三百多家 中小型落后产能的水泥企业 让市场供给更趋稳定 加上各项基础建设陆续启动 对水泥需求回升 支撑中国大陆的水泥市场 现在看起来就是基础建设 还有城镇化 还有保障房 我们在每一个小片的客户场 也接了很多工程的订单 台泥预估9月起 水泥售价就可见到反弹 转投资台泥国际也有如金基母 大幅溢注母公司 因此台泥上半年营收达585亿多 EPS也达1.36元 比去年同期大增 缴出漂亮成绩单 台泥预期下半年还会更旺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性纪足 这辅程中 months r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